影片開始之前,還請點贊、訂閱、分享哦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進階球員的最新動向以及最新實戰 哈囉,各位球員玩家們大家好,我是黃大仙 那麼這期視頻呢,也是為大家帶來進階流傳的實戰 那麼這局裡面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高端局避諱的一個意識 就是換防意識 就好像這裡池上,他就很自動的去捕木生衣 這個意識我覺得在高端局裡面真的特別重要 那麼就好正這裡換防,我來防春雨 然後這隻位置一巴巴的拍飛 就相對簡單很多了 那麼很可惜地板球沒拿到 這邊的木一個突破,最後一個騎車被我們一巴巴拍飛 再一次防下了這球,那結果18秒為例 哦,完美的手下第一輪,nice 那麼這局我就不怎麼講進攻方面的東西了 反正進階流傳其實也是那個樣子 還是著重講一下防守 那麼對方的球呢,就好像這裡 那池上很自然的就會滑過去木那邊 那我這邊也推到內線 哎,可惜沒有防得住高砂 高砂的這個接球爆扣 還是挺簡單暴力的 那我這邊接球,然後一滑 交給池上,池上管交給我 假動作交給櫻木 可惜被冒了 不過我撿到這球 撿到以後一個360 DONE 那麼來到對面的球 那對面的木 帶球呢,池上過來防他 那我這邊就去補春雨 那村雨,哎,我這裡傻了 我以為總是他要過來扣籃 那麼結果還是沒進 那麼這邊的木被撞停以後交給春雨 那,哎,可惜我失位了這下 我的光,我的光 這下是我 連隊友的人不就要嘴我一下 那麼這裡一個突破 交給櫻木,櫻木一個接球爆扣 結果沒有 還好我這邊撿到地板球 那我再次接球 一個兩段 再一個 那麼一個爆扣拿下這番 這種特殊接球類的招 還是蠻好用的 一般複製了都不想換 那麼這邊池上一個螃蟹布 滑了過來 結果對面的高砂爆扣還是沒有 可惜球全是對面 這裡木發了個冷箭造成的干擾 有沒有呢?沒有 但還是對面球 那木再次一個突破 然後把球交了出去 那麼春雨會交給木 在木一個突破之後交給高砂 等你很久了 真是的 看你舉手的時候就在這邊等了我 可是這裡沒有站到很好的位置 哎呀可惜了,這下扣不了 那麼這裡我也分享一下 一個對高砂的小技巧 就是如果內線球員看見高砂這樣舉手的話 那你就要往後退一點 不能站太近 好的,那麼來到我們這邊的球 那我這邊接球 直接一個一段拉開 直接給滑溪 哎,又得分了 好的,那麼來到對面的球 那對面開球之後 我們也很自覺的換防 那麼木一個突破之後 就交給高砂 這個防不救 這個防不救 那麼這個換防意識之所以重要 就是讓合適的球員去做合適的事 很明顯 時尚他比較適合防木生衣 那麼我也比較適合防春雨 好的,那這邊木突破之後 交給了高砂 那高砂,哎呀可惜我被騙跳了 但是沒關係 一個素質三連被我一巴拍飛 再見了騷年 那麼這裡池上剪了地板球 那我在這邊等他來,櫻木這個真是 好吧,你就給他吧 這個虛晃戰斧把他們兩個騙跳了 還是可以的 那麼這裡也是分享一個對高砂的小技巧 那麼大家看到高砂舉手用 開始用這個素質三連的話 如果你在他附近 你立馬就放棄你的對位 趕緊去封他 因為他一舉手的話 他這球一定要投出去的 一般最好就是對位封1點 然後旁邊斜防封3點或者2點都可以 那麼就說回換防這件事 那麼其實在高端局 如果比方說你用潮崎 對面有三井 哪怕你不是對位三井 你潮崎都最好去防三井 就是這麼順其自然的一件事 另外劉春風這個角色的防守 也真的是非常強 特別是他的蓋帽 之前用工程的高壓空間戰術 為什麼那個好用 除了說打得節奏快以外 就是因為你節奏快了 然後這個回合數變多 那麼對方的回合數變多 那你能防到他 或者他出錯的次數也會變多 劉春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他得分快又穩 所以對面的回合數也是會變多的 那麼這裡可惜櫻木被冒了下來 球全轉換 那麼木生衣在這邊帶了一下 交給孫女孫女開了個大招 唉沒辦法這個真的沒辦法 那麼來到我們的回合 那這邊池上交給我 接球一個兩段 然後一個以牙還娘 我也是個有仇必報的人好嗎 唉我覺得同樣的招劉川用起來比較帥 那正面對面的球 唉呀一個愛的小手 池上果然厲害 果然是一木生衣的爸爸呀 那麼這裡櫻木帶球交給了池上 池上回交給我 然後我一個一段交給櫻木 櫻木一個接球爆扣 nice 那麼對面的球 那麼這裡其實我是犯了個錯誤的 因為池上離他比較遠 其實這個回合不應該換房 然後我那個時候沒意識到這件事 結果搞得木生衣空 這是我的錯 唉我傻呵呵的跟人說換房 我以為對方沒發現這件事 結果其實是我傻了 真的 太不應該了 那麼來到對面球 這裡木生衣直接傳給高砂 高砂接球之後一個數字三連 哎呀可惜 我這個位置不太好 應該壓上去的 可惜了可惜了 好的 那麼來到我的回合 那這邊我開球先交給池上 池上在外面帶一下交給我一個接球順散 交給櫻木 櫻木一個接球爆扣 可以 穩啊 這局流川真的是當藤真那麼玩了 又要組織又要得分 那麼這裡木生衣一個突破交給了孫女 然後一個空位 有了 那麼來到我這邊 那池上交給我一個順散中頭 交給了櫻木 櫻木一個續緩爆扣 哎呀結果被冒了下來 可惜了 球群轉換 那這邊木生衣交給了村女 村女一個轉身扣籃 給我一巴再蓋飛 滾就一個字 我只說一次 那麼這裡代球轉身一個360 啊好 我也滾我也滾 我滾吧 那麼球群再次轉換 對面交給村女 村女一個中頭 我們兩個冒過他不住 可惜了可惜了 好的 那麼來到對面的球 那對面櫻木開球交給了池上 然後這什麼意思呢 就叫我們隨便亂投 然後呢 他就用個神羅天真 哎就這樣子 櫻木說有大通常就這個意思 那麼來到對面的球 那村女一個上來被我們拍飛 池上撿到了球 那交給我 我也迅速出圈 那麼我帶球一個兩段 再一個高拋 哎順利得分 這局好像第一次用高拋呢 這球 好的那麼來到對方回合 那對方木接球 然後一個突破被撞停 那然後看到怎麼樣交了出去 那村女一個突破又被撞停 回交給木 那木看到怎麼樣 一個騎射被我們櫻木拍飛 哇一個大招太狠了 那我們撿到了球 那我接球 然後一個一段交給櫻木 回交給我 那我接球 一個兩段拉開 然後中頭交出去 那池上空了 完全空了 哎呀天哪空位打鐵 還好是我們的球 那我再次接球 那麼一個一段交給池上 池上一個假動作 再一次頂投出手 有了 終於拿下了這分 不是 螢幕剛剛那個真的太過分了 那麼剩下10秒 真用腳打都硬了 但是我是不會鬆懈的 還是要蓋飛一下 那麼最後 5 4 3 2 1 比賽結束 那麼也有觀眾留言想讓我說說 這個稱號系統 那我這邊也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稱號系統 它其實就是有好幾個條件 那每個條件完成了 它就會給你一個屬性的獎勵 最多呢就是 每個屬性最多可以加到7 如果你可以全部稱號拿集 全部加7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是個大課長了 把遊戲ID在那個評論區下面說一下 我以後就跟你混 謝謝大哥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不同的條件的 好比方說這20件球衣 20個頭像 那培養的話 有天賦球員 潛能和5個特質潛能 這邊是巔峰賽的一個積分 那我巔峰賽很少打的 那這邊是活動給的稱號 是不加屬性的 我目前總共加的屬性 就只有各自加2而已 那麼有時你達到條件以後 你好比方說 它這邊是同色的嘛 然後我看看下一頁 對這邊我完成了兩個 那它就變銀色 然後最高級的是金色 就是每一個稱號最高有3檔獎勵 最高每個屬性加7 拿到稱號以後 在包包裡面使用之後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屬性了 那我們用完之後 可以過去看一下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是加2嘛 現在就變加4了 對它最高就是加7 你全部獎勵完成以後 就是有5個基本屬性 5個還是6個 然後每個最高加到7這樣子 反正我個人就沒有太搶求 這個稱號的屬性 因為畢竟全部加7 這肯定是有加強一點的 可是沒有稱號 會打的還是很會打 有了稱號 不會打的還是菜的EP 對就這個意思 那麼這期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覺得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大限一個點贊 訂閱和分享 那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